中国从隋朝便开始实行科举制度,一千多年来,只诞生了六百多位壮人。 由此可见,能成为壮人的人,绝对是才华横溢,人中龙凤,世间罕有,肯定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最后一位壮人感到好奇。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最后一位壮人的传奇故事,刘春林就是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位壮人。 刘春林是现在的河北省苍州市人,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,家里世代都是农民,因为从小没有了父母,是哥哥嫂子抚养他长大的。 他从小聪明伶俐,勤奋好学,后来有幸进入廉池学院读书,得到无辱伦的赏识,为他以后的成就打下了基础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 在光绪三十年,刘春林高中壮有,得到了前往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的机会,学成回国后,就成为了资政院的一员,可惜好景不长。 没过多久,辛亥革命爆发,亲政府就瓦解了,刘春林就安静地待在家里不出门,在家里安心地研究他喜爱的书法。 后来徐世昌和曹坤当总统的时候,由于被多次骚扰,他不得不被笔制出来,接任省教育厅清长的职位。 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官场的污浊之气,愤然辞官。 后来满洲国皇帝又邀请他去做教育部副长,他命死不从,毅然拒绝。 七七事变以后,日本进攻中国,刘春林当年一起留学日本的同科进士王一堂,想借助刘春林状的名义,邀请他出任北京市市长,不断地试图说服他。 可是依旧动摇不了刘春林的一腔爱国之心,最后王一堂恼羞成怒,派日本兵抄了刘春林全家,用刺刀把全家人赶出家门,最后花了重金才得以重新回家。 这件事对刘春林造成了严重的打击,没几年他就过世了,他生前书法成就非常高,人们经常将他语言真轻并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